柴灣、北接杏花村、里園門度假村、西連大潭郊野公園、南達石澳郊野公園、東輪南塘海峽 是一個相當地靈人潔、環境清幽的地方 柴灣地理位置獨特、三面橫山、東北方面向南塘海峽及將軍澳 和跑馬地一樣都是香港島的谷地 柴灣有柏甲山、歌連神山、布甸榨山作為天然屏障 所以四季氣候都相對宜人 柴灣區內主要屋苑包括新翠花園、康翠台、樂翠台等 由於樓價得宜,加上區內民生設施充足 成為了不少上車人士以及分支家庭的主要置業地點 這裏翠綠環抱、遠離繁囂 經過多年的發展 尤其鐵路以及公路的建設和改進 吸引不少其他區域的市民遷入居住 除了都市化便利之餘 柴灣亦擁有優美綠化的公共空間 例如海濱長廊、公園、休憩處、郊遊徑等 提供優質生活享受 生活方面 柴灣有多個大型商場提供充足的生活要素 而且亦是港島東區的商業重鎮 工業區內集中不少東區的上班一族 上班走幾步就到亦是一大賣點 柴灣交通亦相對便利 除了港鐵貫通之外 柴灣亦是赤柱、石澳、小西灣 和瀟基灣之間的交通要道 地鐵港島線和東區走廊通車之後 柴灣的鐵路網和道路網 全面連接香港主要幹線 柴灣向來有大批用地極待發展 近年有發展商收購空置沿海地皮之後 正準備發展成為大型高級地標屋園 帶動周邊物業價值 你又怎能錯過呢 今集介紹到這裡 想知道多點記得聯絡美聯物業吧